高雄水晴狀況 市長陳其邁12日在議會備詢受訪時表示 上午因受西南氣流影響 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 市府於上午7點開設三級水晴應變中心 最大雨量發生在彌陀區 時雨量57公里 預估下午雨勢可能轉往山區 我想我們今天高雄的天氣 因為受到西南氣流的影響 我們也發布了豪大雨的特報 在今天的7點也三級開設 我們的水晴應變中心 最大的雨量是發生在彌陀的施雨量57公里 尤其在幾個平地的地區 今天都下起了大雨 我們預估可能在下午的話 這個雨時就會轉往山區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 特別注意 尤其在這個低蛙地區的民眾 也要特別的小心 那也希望說能夠做好 這個豪雨特報的相關的 這個應變的這個措施 再一次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 注意 議員關心社會福利議題 陳其邁表示在近老重陽金的部分 考量最近物價隨著時間上漲 認為在整體社會救助 福利標準需要做檢討 有關這個敬老重陽金的這個部分 我先說明 因為 確實啦 我們最近的一些物價等等 還有這個 這個時間 其實 也 需要說 我們在 整體的 社會的 救助也好 社會福利的 這個 這個 標準 應該要做一些檢討 那所以中央在最近 有開始在做社會救助法的修法 那在4月28號的時候 也曾經來 詢問過我們地方政府的意見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態度是認為說 其實 因為社會救助 有時候它的津貼補助 它的項目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政府也能夠體恤到說 以現在台灣的這個整體的 這個狀況 像公務員也調薪 或者是在各行各業 很多的物價 都有上漲 薪水也有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也能夠 考慮到說 我們這些 所謂的 弱勢的 社會邊緣戶 它整體的一些狀況 對於高雄整體社福情形 陳其邁請社會局檢討 及研議相關社福資源 如禁勞卡 將整體社會救助 社會邊緣戶納入考量 讓長輩朋友 有更多福利優惠 且與禁勞重陽金 也有替代性效果 在內容 對於高雄整體社會 對於高雄整體社會 提供給予 指導的